柜台前客人排队等着要购买饮料 但仔细看一下菜单怎么有品项名被涂掉遮盖起来 实际询问店员的确有饮料的名字改了 这时起源于高雄的华达奶茶 在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开设分店 近期业者在脸书却po出了一篇贴文 表示即日起要调整部分的品项名称 原本的正常甜华达奶茶不变 美容奶茶改为华达奶茶五分甜 益寿奶茶则是变成了华达奶茶三分甜 这三项只差在甜度不同 天文底下华达的小编留言说 是依照政府相关单位规定 询问高雄总店业者说 单纯是因为怕客人点饮料的时候 单看品名会不太知道是什么 为了方便全部改成华达奶茶 而食药署则回应没有主动要求业者改品名 但根据食安法 如果是原本的美容跟益寿奶茶 的确可能让民众误以为有美容疗效 但讲到饮料品名 春方浩曾经用偶像剧的女主角名的谐音 推出了陈又欣 Combine则有海神奶茶 而可不可也有容易念成春丽红茶的丽春红茶 不同品名有业者各自的巧思 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触犯法规 TVBS新闻 周一凤凰凯进台北 也没什么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